大家好,我是Den 从昨天开始,我收到了很多私信说 想要了解一下Aivu Iser被同学霸凌 被强迫反复签名的争议 因为目前为止在韩网,相关天文只有一个 而且也没有多少人关注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截图去查了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真相非常傻眼 首先,我收到的私信上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把它从午睡中叫醒 只是为了在整本笔记本上签名 这些不是她的朋友,也不是粉丝 他们实际上是在欺负她 但没有人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保护Aivu Iser 很多人在生气 每次Aivu Iser去上课都被围着堵截 签名 这次拉着Aivu Iser让他半蹲着签完一整个笔记本 还偷录视频 原视频偷拍签名 语气也有点那种嘲讽的感觉 请保护Aivu Iser 免受韩网艺术高中同学的骚扰 首先跟大家说明两件事情 影片中这个语气真的不是有仇奉的感觉 我没说是什么事情直接让我周围很多韩国人都看了一下 大家的反应也都是跟我一样 这是当然的,因为就是不是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一线四代女团成为被同学欺负 这么能吸引眼球的内容却在韩网没有引起争议的理由是 因为根本就没什么欺负霸凌 整件事情是这样的 一位韩国网友 在DC论坛上传了标题为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贴文 然后留言 但是这位网友接着使用了 最近高中生的发育,这种标题上传了以色的校服照片 接着他也与其他网友互动 几岁呢? 失气 好可爱 拜托去解救他 这个就是去坏坏的意思 因为这个贴文以及留言有性骚扰的感觉 所以一位韩国粉丝就向这个内容转发到推特后留言 以色对你有善的话 你应该也要友善对待 而不是性骚扰吧 以色是给你们跑腿签名的人吗? 在繁忙的日常中都去学校了 还要给你们这样的签名吗? 结果这个内容就有点添油价醋 变成了同学们就醒睡午觉的以色 让他签名 在这里还有一个真相是 韩国粉丝们去查了一下 这位上传签名的网友的论坛账号 结果发现 他在其他留言板因为常常留很下流的内容而遭到退出了 所以实际上他到底是不是跟以色是同班同学 是不是以色同班同学的朋友 也是非常可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就是外国粉丝们没看懂创造了奇怪的争议吧 直接无视就好 因为那个自称同学的人也上传了性骚扰贴文 所以粉丝们才发文说 请保护以色 结果外国人和有阅读障碍的韩国人误会成强迫签名了 最近孩子们的阅读能力真的是糟糕 不管怎么样 那个性骚扰的家伙也留言说以色是天使 看来是真的很善良 艺人给朋友们签名的行为没什么问题 之前就有很多爱豆们都这样做了 便因为这个傻子就把韩林的学生当成敌人 也希望有人能把这个误会翻译给海外粉丝们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一策是天使 他是神